佛法总结的目标 门里说 不对外说 回归自信 圆满不敌 对外面人来说 外面人欲望没放下 给他说 佛会圆满 或者说三样 智慧 佛报 寿命 寿命无量生活 这个大家喜欢听 佛教是教这个东西的 教你有智慧 教你有佛报 教你长寿 健康长寿 大家都来了 佛没有忘语 佛说话是真话 确确实是教你这三种事情 这三种事情 你都能够真的究竟圆满 不骗人的 与世间一切法 不发生冲突 新疆宗教 不发生冲突 无论行什么样教 你要想得圆满智慧 圆满佛报 无量寿命 你来到佛门 都可以教给你 佛 不会叫你改变宗教信仰 佛没这个道理 你信什么宗教 与世佛没关系 你跟宗教的关系 是父子关系 是主仆的关系 跟佛呢 是私生关系 佛是老师 我们是在修生 像一个修校一样 这个修校 也是许许多多空 不分国籍 不分族群 不分信仰 只要你肯到这里来学 你都可以报名参加学习 佛法是学校 极乐世界是大学 阿弥陀佛是校长 祝福我如来 是极乐世界的教授我 全都是一流的 自己修行 是比较困难 阿弥陀佛来知道 就把你修学的时间 大幅度的缩短了 三大神奇迹 让你在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 只要你真正相信 你就能做到 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法文 帮忙